所以我們第一個小時談到最近去日本溝通的情形 那第二個小時應該回到正統的話題 寫美國的基本精神這方面 那外面其實陸陸續續這幾年也有很多人在寫美國方面的文章 也有人寫過書 他說我們要怎麼樣效法美國精神來處理台灣問題 特別他在呼籲美國也應該回到他建國的基本精神 來用這個方法來處理台灣問題 那這樣的訴求基本上就是說 他說美國剛開始就是有一些人聚集在費城 簽署一個獨立宣言 表示我們已經跟英國分割了 我們已經宣布獨立了 所以他說用這個方法處理台灣問題 但是這樣的說法有一個很大的盲點 他們都沒有看到 美國的基本精神是在看看 美國 是不是宣布 跟荷蘭獨立 或是宣布跟葡萄牙獨立 或是宣布跟蒙古獨立 這個宣布獨立的對象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林子盛民主長常常講 你台灣要向誰宣布獨立 結果獨派提不出一個說法 你要跟中華民國宣布獨立呢 你歷史上有看到什麼時候 你變成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嗎 沒有這個文件 也沒有那個記載啊 台灣是美軍打下來的 美軍才算數 美國有說 1945年10月25日是光復節 這個話要美國講不是別人講 中華民國有什麼資格講 他是美國運過來的 所以每次看報紙說 美國幹涉我們的內政 我覺得好討厭耶 是中華民國在幹涉你的內政耶 不是美國 你本來就是美國的內政耶 美國既然把你打下來 管轄船是他的 直到他正式放棄為止 他有這樣子 在琉球有正式放棄管轄船嗎 有啊 1972年5月15日 正式有總統的文件 那天生效 琉球的管轄權 美國軍事政府 軍事管轄權 一直持續到 有法律替代方案 生效為止 這是基本 軍法的觀念 這是基本戰爭法的觀念 軍事管轄權 軍事管轄權 一直持續到 有法律的替代方案 生效為止耶 所以 他 成立 琉球 的民政府 民政府整個移交給日本 美國的管轄船結束了 美國在 古巴 美國把古巴打下來 西班牙放棄 那是梅西戰爭 古巴打下來 1898年 7月17號 美國國旗升起 是兵吞古巴 不是 佔領開始 交戰國佔領 好 古巴佔領到 12月10號 簽署 條約 和平條約 1899年4月11日生效 西班牙放棄古巴 沒有指定收受國 古巴獨立的嗎 沒有 那個不等於獨立 他獨立 他沒有政府 他什麼獨立 你要有一個政府才能獨立 繼續到美國軍方的管轄權 直到有法律上次替代方案生效為止 基本 戰爭法的觀念 所以他繼續到 1902年5月20日 美國跟古巴同意 宣布獨立 古巴共和國誕生了 阿波多里克呢 波多里克 美國過來打 8月12號 就投降 1898年8月12號 8月12號 投降 12月10號 簽署 就是那個和平條約嘛 1899年4月11號 和平條約生效 波多里克 割讓給美國 阿波多里克 1899年4月11號 和平條約生效 波多里克有自己的政府嗎 沒有阿 軍方還在管轄 軍方還在管轄 美國軍方還在管轄 一直到 既然你割給美國 你必須美國國會通過一個 建立平民政府的法案 所以美國 國會通過那個法案 然後到1900年5月1號 然後到1900年5月1號 1900年5月1號 西班牙的公民嗎 還是你要接受美國給你的新安排 他給他一年的時間來做個選擇 你也會到地方法院宣布說 我是堂堂正正的西班牙人 我絕不接受 美國什麼亂七八糟的什麼國籍阿 我要做我的西班牙公民 好你這樣 那等到美國正式 平民政府開始生效 那你就是外國人喔 對不對 那我們對外國人有什麼先制 你也快快樂樂的接受阿 所以就是這樣的安排阿 這樣的安排已經有規矩 換一句話來說 很多人所做的最大的毛病 很多人談台灣歷史所做的最大的毛病 是認為1945年10月25號 是任蔣介石集團做法理上的解釋 不通 這個不通 那個在戰爭法裡面已經有完成的解釋 那是軍事占領的開始 沒有其他的解釋 你有其他的解釋嗎 是表示你對戰爭法不通 你不懂國際法 那可惜在台灣不懂國際法 包括這些國際法協會的這些黎市長 也沒有一個懂 因為他只學平史國際法 和平時期的國際法 沒有學戰爭法 戰爭法對每個步驟都有詳細的解釋 1945年4月25日 日本軍隊在台灣投降 台灣軍事占領開始 台灣就變成一個軍事占領下面的一個獨立關稅區 沒有領土主權的移轉 對不對 主權在哪裡 主權還在日本耶 1949年12月4號 蔣介石集團 中華民國 牽離中央政府到 佔領中的台灣 馬上變成流亡政府 沒有其他的解釋 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釋 對不對 但是到今天為止 大家這一段歷史都不清楚 小學課本也沒有講正確的 流亡政府可以就地合法 世界上沒有這個例子 這個 西藏的流亡政府在 在那個印度已經五六十年 他有變成當地的合法政府嗎 沒有啊 他還是流亡政府啊 法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 討到倫敦 法國的政府討到倫敦 倫敦有割 英國政府有割一塊給他 你就是這裡的合法政府嗎 有嗎 沒有啊 韓國的政府逃到什麼上海 當地有隔一個什麼東西 給他說 你這裡的流亡政府沒有啊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啦 你要合法你回到自己的祖國啦 所以我們歡迎ROC回到南京啊 如果不是明天最好是後天呢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既然要依中個別 個別表示 那你就回去嘛 你拿你的國旗回去嘛 對不對 將來我們把他的國旗就 放到中華航空的飛機上說 你給我運回去南京啊 對不對 因為那個跟台灣無關耶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前面有說到 你要宣布獨立 你要跟誰宣布獨立 美國跟荷蘭宣布獨立 有效嗎 美國跟西班牙宣布獨立 有效嗎 美國跟俄羅斯宣布獨立 這個你要選對象 台灣要向誰宣布獨立 沒有對象耶 你只能說你還是美國的佔領地 你需要跟美國宣布獨立嗎 不需要啊 美國是用溝通的啦 美國不需要有這種激烈的動作啊 古巴是用溝通的 菲律賓是用溝通的 菲律賓大概1935年 因為那個 美國西班牙和平條約也是把菲律賓 割讓給美國了嘛 那那個菲律賓到1935年左右 他就說我們要獨立 啊美國說 你要獨立好 你可以往這個方向走 那是要完成很多步驟 所以美國就開出這個清單 所有的步驟你必須完成 那什麼成立這個法律 你要有這個法律 你要有這個法律 你要有這個國會 你要有這個分區 你要有這個這個所有的步驟 他有講 啊菲律賓跑了大概10年 菲律賓花10年的時間 那當然這個中間 很不幸的有太平洋戰爭 但是到了太平洋戰爭結束 差不多1916年 那菲律賓在美國的祝賀之下 就有雙方宣布 菲律賓獨立了 美國也請別的國家承認菲律賓 到今天 菲律賓早就獨立了 但是他的國內的經濟 他的國內的政治 有沒有很穩定 答案我不必說了 你自己知道了 所以菲律賓做這樣的選擇 他必須面對 對不對 好 我們的論述 跟美國的基本精神 在台灣很多學者 有學過美國憲法 甚至於有學者 在大學教美國憲法 所以這些人 不能說完全不懂美國憲法 他當然知道一些 可惜知道一些 有時候 就是比較會有誤解 所以如果你懂 這一部分 那如果你跟他討論 你說那 有這個聯合論述 是這樣這樣這樣 台灣是美國的佔領地 台灣應該是美國直接管轄 不需要有一個代理 不需要有一個中華民國代理這個管轄 我們就美國直接管轄 台灣走自治 自己的 自己的 治理的 自治是我們 目前最好的方向 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 我們做自治的一個海外制度 那一般這些 學美國政治 學美國憲法 他會提出幾個問題給你 他會提出幾個反對的意見給你 第一他說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不同意 有的人說 你要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我也不見得同意 有的人就更直接說 你要把台灣送給美國 我不同意 你怎麼回答 這幾個 反對我們的聲音 啊 第一個 美國佔領伊拉克 美國佔領阿富汗 伊拉克有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嗎 阿富汗有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嗎 佔領不移轉主權 伊拉克沒有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伊拉克沒有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阿富汗沒有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他不是國際法的外國 國內法的外國等於列島區阿 他不是五十州 他不是一個州 他是國內法裡面的一個 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並不是主張把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我們還是自治 我們還是獨立關稅區 我們 我心我素這樣 我們有自己的 國會 自己的司法 自己的行政 OK 也就是 台灣人做的 按照我們公民權利法 這些 不是能拿到台灣公民身份證的這些人 是沒有資格做公務員 所以請他們移交 他不要移交 那就軍法審判 再來 變成美國五十一州 我們沒有再主張台灣變成一州 一州 目前這個不好 不要作為一州 一州你還要繳聯邦稅 但是 海外 獨立關稅區 像 波多里克關島那些 不需要繳聯邦稅 我在台灣很多年 我看很多人不喜歡繳稅 所以 你稱為一州 多繳幾層稅 你高興嗎 我看不要 而且 州 不能 進進退出 進進退退不可以 就是 南卡羅來納州 在 林肯 總統 任期 他就推出 他就說 我不要做 我要有努力 啊你北方人 不要努力 那我就推出 我不要做州 林肯說 林肯說 不可以 你不能推出 不可以推出 一旦成為一個州 你不能離開 你離開就是算戰 所以南北戰爭就產生了 很多那個州就推出 我不要做 南方的邦聯 我不要打了好幾年 打得很殘酷 因此 產生很多動人的故事 例如說 飄 你可以去看那部電影 是談南北戰爭的 裡面所產生的愛情故事 這也是很有趣的一個 一段歷史 所以我們 海外領土像你看報紙 波特尼克 他可以選擇 公投獨立 他可以選擇 成為一州 他可以提升 他可以選擇 跟美國成立什麼邦聯關係 種種 他有各種方向可以走 他不一定要怎麼樣 他是海外領土 他可以進 他可以退 所以我們台灣 如果要為子孫保留 有一天 穩定以後 有一天 中國已經垮台了 已經變成十個國家了 對不對 四川已經是一個國家了 湖南是一個國家了 黑龍江是一個國家了 這麼多國家 他管他的內政 血管理台灣怎麼樣 那個時候東南亞比較穩定 對不對 那個時候我們 要建國的話 可能順利很多 所以保留這個選擇給 我們的子孫 我們當然就選做海外領土 大概台灣最後 最後的安排 就是變成像那個波流那樣子 自己有聯合國的席位 國防外交包給美國去 他還是算 獨立的國家 但是實際上 他每天是 人民是 躺在那個沙灘上 喝他的椰子汁 然後那個觀光客來花錢 大概就變成這樣 美國 國防外交 台灣就享受他的好處 我們租一些基地給美軍 然後 我們自己 就過著我們生活 要開工廠 開工廠 要做什麼 開旅館 還有我們可以做很多訓練 還可以做 很東南亞的一個醫療中心 什麼的 提供高級醫療 我們可以 各方面的服務業就可以提供 那 所以我們不是要主張作為五十一州 不是要主張台灣變成美國的一部分 也不是主張 把台灣送給美國去 沒有人要把台灣送給美國去 我們是要把它自治 自己 治理自己 反而 現在國民黨才是主張把台灣送給中國 國外 他是才 要把你未來給你 斷掉 所以 你有沒有看那個上海公報 兩岸中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已經講得很清楚 那是他們的事情 那是跟台灣人無關 所以 我們要自治 我們要控制自己的未來 按照這個 公民權利法 是 台灣人才有辦法在這裡 做公務員 所以 國會也是一樣啊 司法也是一樣啊 其實我跟一些人 跟他們談談 他們說 將來啊 很可能啊 台灣一個法官都不能用 我跟好幾個人就拋出這個議題 你認為這個對嗎 很多人想一想說 說起來也對啊 台灣目前沒有一個法官可以用 我不知道很多人告訴我這個 我還沒有完全結論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請美國的法官過來就好了 美國一定有很多退休的法官 或是還沒有 還是已經有資格當法官 但是還沒有位置 我們可以請他們過來 香港在英國管下的時候 他很多英國的法官 他一句觀眾話都不會講 沒有關係啊 請翻譯啊 他們有 法院的那個翻譯啊 那個小姐進來 什麼什麼 你殺誰 好好講一講 法官說 法官說 他說什麼 他說幫你英國政府 罵得一文不值啊 這個不要翻啊 下一段 他說什麼 他說女皇不好啊 這個不要翻啊 講了好久啊 才聊到正題 他為什麼殺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看他的男朋友 看了血眼 所以他就給他算賬 看了什麼 嗯 好 那 對方怎麼說 好 判 二十年勞改 再發十萬港幣 好 下一個case 就這樣 一個案一個案判下去 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最主要是你的制度啊 台灣什麼自由新政 萬七八糟 都不看證據耶 啊美國一個判決 做得很認真 接下來那個判決 就是站在那裡 就是 做一個參考 下 後面的案子 就按照那個來參考 除非你有更好的理由 你才把他推翻啊 啊台灣隨便判 你知道台灣 你要真實一個人 很簡單 你要真實一個人 很簡單 隨便我真實 這位先生 我這位小姐 很簡單 我請一百個人 每個人就告他說 你跟我借二十萬沒還 很簡單啊 我提那個訴訟才幾百塊啊 啊到法院就說 收據我丟掉了 你這樣每一個案子都會開庭 每一個人都會審理 當事人什麼都不能做 他能這麼多案子 他能請律師嗎 他不是郭台銘耶 他沒有那麼多錢 他一定自己要跑啊 給他整死啊 我跟你講 在美國的法律體系 一個庭都不會開啊 台灣每一個庭都會開啊 都不知道什麼叫證據 美國很簡單 你這個證據在哪裡啊 你沒有證據我丟掉了 撥回 連開庭都沒有直接撥回啊 你不符合法律程序嘛 所以你提那多沒有用啊 所以這個才保護到你的人權耶 台灣沒有人權耶 所以你知道美國的那個法律體系 還有司法的體系 那才是一個好的體系啊 然後美國還有那個 你人民可以申請法院公務員必須執行法律耶 像你看到你看到那個什麼 伊蘭什麼地方 它有那個化學工廠在污染水源 這邊有養鴨養雞啊 人家說檢舉環保署檢舉很多次啊 半年一年沒有人動啊 美國沒有這種事啊 你直接到法院申請執行命令啊 那個環保署的人不執行 Out 直接給它幹掉耶 直接開除耶 換下一個看你要不要執行 你公務員的位置抱不住耶 台灣沒有法律耶 隨便他們要不要執行隨便它了 美國法院可以申請執行命令耶 他不做事 得罪法院 法院可以把他關起來耶 可以把那個官員放到監獄裡面去了 啊直動他的 他的副手就當權 那你要不要做 啊關你後面誰在說什麼 什麼官員在說什麼 什麼官員在送紅包 你不做你就在哪裡 我告訴你喔 這個才是法律的執行面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的美國基本精神是這種的 該執法的一定要做 而不能在這裡拖延耶 所以台灣太多不公平的東西 很多你都不知道 因為報紙不登 對不對 我們也碰過很多很多 所以美國的基本精神都在這些地方 那人家攻擊 還有人家會攻擊什麼 喔我的天 如果成為美國的關下帝 那完了 那我不能請到銀行去領款耶 為什麼 因為每天每一家銀行一定會被槍耶 美國人都有槍耶 對不對 在台灣你讓每一個人有槍還得了耶 那這個有誤解 其實 美國憲法修正案 第一條到第十條 叫做人權法典 它裡面像第二條都有說 人民可以擁有槍支 但是 它裡面還有一條說 人民 審判要有陪審團 而這些種種 一般人會 主張為美國憲法給 一般人民的保障 問題是 有沒有適用 在海外管轄地 答案是 大部分沒有 美國大法官有判決 以前阿拉斯加是一個領土 以前夏威夷是一個領土 當然菲律賓是美國領土 威星屯島 波多利克 這些有種種 司法判決 大法官後來做了解釋 這些 很多東西沒有自動 運用到海外領土 美國 東海岸 還有西部 基本上 他們那些人 曾經有槍支 但是台灣沒有這樣的歷史 把這個不同的歷史 拿來台灣 然後把這個規定套上去 不適合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人人擁有槍支 那個 那條絕對不會實行在台灣 還有陪審團也不會實行在台灣 除非當地人要求 如果你當地人要求 那你就自己通過這樣的法律 什麼樣的情形下 就陪審團 你認為你成熟到那個程度 你就通過那個法律 你就有了 美國憲法 什麼東西是用在海外 主要是第五條修正案 生命自由財產正當法律程序 這些是用在所有的地方 生命自由財產正當法律程序 第五條修正案 這幾個保障 都是運用在每一個地方 美國管轄的每一個地方 但是其他的 很多那個細節 沒有自動 來延伸到美國海外管轄地 更何況佔領地 我們有台灣民政府 上面有美國軍事政府 那上面有聯邦政府 所以就像我們說的 順求政治庇護的人 去華盛頓DC申請 順求難民身份的 去華盛頓DC申請 那不是我們的事 國防外交 OK 那個是 美國聯邦政府出處理 美國憲法有規定 共同國防 海外管轄地 沒有自己的 國防體系 他可以有自衛隊 但是那個必須是 美國聯邦政府許可的 美國聯邦政府 沒有許可 他徵兵什麼都不可以 他有許可 中華民國徵兵嗎 在哪裡 我沒有看過那個許可 我太理說很奇怪 我們為美國是 戰衛兵啊 還要自己買槍耶 這個很奇怪耶 對不對 所以他應該免費提供才對 而且最好是那個人員 也一起提供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把潛水艇 航空母艦 軍艦 飛機 全部 派在這裡 然後你人員也派在這裡 那我們就租那個基地給你 對不對 你每一年給我們好幾十億 那我們就放到台灣民政府的國庫裡面啊 然後就可以處理很多建設啊 改善啊 設備啊 種種啊 把台灣變成 真正的一個美麗島 對不對 你看日本 我們去日本 什麼時候日本街上 什麼 像我住內湖 很多地方 你看 你稍微看 後面那個 都很多垃圾亂丟在那裡 人家把那個杯子啊 罐頭啊什麼都亂丟在那裡 你日本沒有那種東西 都燒得很乾淨耶 都很乾淨 而且 而且你看他的服務業 哇 在台灣很多 很多人 他做服務業 但是好像不是很專注 就是 給你的態度是比較隨便 喔 日本每個人都很專注 你看他說什麼 喔 喔茶 喔 喔 嗨 馬上拋去給你一杯茶 喔 連那個小女生就 喔 你說什麼 喔 我說 馬上拋去 喔 不是一個 七八個 拿給我七八個 喔分給大家 他們真的把服務業 當做一回事 你知道 他一點都不麻糊啊 那你要提升服務業的品質 當然要這樣 因為日本太貴啊 那我們要學習一下 在日本的那個服務業 然後 我們價格還合理 這樣 我們在東南亞 很多人會 很多人會喜歡 我們可以把很多 企業的總部放在這裡啊 啊他們去開發東南亞 對不對 但是台灣就比較文明啊 他們總部放在這裡 訓練中心放在這裡啊 娛樂中心放在這裡啊 啊這個 應該是有個很好的 我們可以在東南亞發揮很好的角色 嗯 所以 台灣人在台灣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啊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這樣 不需要求吃求穿 現在年輕人好像 沒有前途耶 很多年輕人都說不知道前途在哪裡 所有的工廠都搬到中國去啊什麼呢 啊這裡 他看到那個長期穩定的那種發展耶 對不對 你問人家 台灣五年內會不會產生戰爭 誰敢跟你說絕對不會 沒有 沒有 沒有任何國際上的一個智庫 研究中心 什麼大學研究所的教授 沒有一個人會跟你保證台灣五年內不會有 很 嚴重的一個戰爭發生 每個人認為有可能 有可能 中國哪一天 哪一天晚上 突然攻擊 都有可能 但是我告訴你 美軍在那裡 他敢攻擊嗎 他不敢攻擊 而且美國有那個雷達對不對 而且美國還大概會告訴他把所有你那個火箭 全部給我撤退 15天以內 沒有的話 好 等著瞧 因為美國跟他有貿易關係 我有貿易制裁 對不對 你要不要 你台灣 阿扁要求個八年 有爭無解 講話 一點力量都沒有 我告訴你 美國講話才有力量 你如果不把那些撤回 那我對你怎麼樣 你等著瞧 美國國會已通過 美國國會已通過 中國後平 這樣四五天 不能進入美國國境 他這樣已宣佈 三分鐘以後 全世界都亂掉了 不要以為沒有 全世界亂掉了 所有在海上的船 帶著中國貨 馬上 STOP 你不能繼續往美國港口航行耶 所有在香港 海南 所有的這個地方 在撞貨要到美國去 STOP 全世界亂掉了 亂掉以後 所有的人的矛頭 往胡錦濤 趕快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經濟會垮台 這個壓力之大 生意要做 你為了一個台灣 趕快撤你的飛彈啊 沒有用的啦 哎呀你打開那個 合一台灣不是你的 那是清楚啦 哎呀你這個論述 胡錦濤在唱什麼 這個馬上不要 多少個力量給他 啊美國在那裡說 要不要配合 隨便你啊 跟你講三分鐘 三天他就低頭了 不低頭 好你自己國內 到處都會 那個罷工 到處都會暴動耶 你能說什麼 啊全部把你人民殺光好了 好啊可以啊 你去做啊 對不對 所以 問題 你有用正確的方法去逼他 他跑不掉耶 對不對 還有 中國 你知道他有多少油嗎 不到一個禮拜 他國內的庫存 不到一個禮拜 啊他的油怎麼來的 新加坡的那個海峽 新加坡的海峽 誰在保護那些船的安全 要不要猜 美國 那哪一天美國說 中國的船 不在我保護的範圍內啊 那海盜就懂的意思吧 啊隨便他去 隨便他去 因為那個大的郵輪 沒有幾個人在上面耶 所以隨便那個海盜去窄耶 隨便那個海盜去綁架啊 啊中國沒有油 中國能繼續運作嗎 所以 大家說喔 中國越來越強 跟美國挑釁 我告訴你 他敢耶 馬上關門大吉耶 他的工廠就一個一個開 因為沒有油 沒有能源耶 他沒有條件跟美國挑釁 拜託喔 美國要打伊拉克 就先存半年的油耶 更何況美國 境內 阿拉斯加什麼很多油耶 所以不要開玩笑 那個航空母艦 那個非常好 可以靠在那邊給人家參觀 可以做海上旅館非常好 要做真正的航空母艦 我看開的 開到海裡上 如果美國不喜歡 一個水雷過去 砰 沒有了 沉到海底 那個沒有用 那個東西不是真的能運作 那個只能看 還有更何況你要做航空母艦 你要有那個設備 把那個飛機 他沒有那個設備 對不對 他的飛機大概就 追 抖 追 抖 那一個飛機 一千萬美金好不好 嗚 剛剛試驗一下 已經賠掉三千萬了 他這能賠多久 不行耶 所以我覺得 台灣其實說起來 所以我們告訴你一個獨派 台灣說起來 其實只有兩個選擇 要嘛 你給中國佔領 228再來一次 要嘛你給美國佔領 你就要求自治 我們民政府都在給你鋪路 你只有這兩個選擇 進入那個國 不可能啊 這個中國在那裡給你否決掉了 你不可能進去啊 美國也不贊成啊 為什麼不贊成 你沒有領土主權 你不是一個國家 你怎麼進入聯合國 阿扁 阿扁他用的程序 他要進入聯合國 他的策略是什麼 他的策略我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台灣不行 他是要聯合國開除條件 你符合這個條件 ABCDE我就跟你 進去啊 他就拿這個文件 你看 聯合國已經回答了 我必須這樣 我必須把中華民國的名字改為台灣 好 現在你立法委員 我不聽 絕對不聽 你不能反對 就是要改 他只要用這樣的方式 他只要用這樣的方式 只要他拿到聯合國的這一張 缺乏什麼文件嘛 台灣不是很多單位 你可以先申請 他告訴你 你缺什麼文件 我們再審核 聯合國不是這個樣子 聯合國是你先符合你再來 缺乏一個文件都不行 缺乏一個文件 我就給你撥回 我不看我不熟理 完全不處理 或是有人說 哇我很喜歡這個女孩子 啊我好喜歡這個女孩子 非有她之後我太不可 台灣有一種程 程序叫做先上車候補票欸 欸也有啊強強有欸 因為我小時候我問我媽媽說 為什麼會有孩子 她說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男的一個女 彼此之間他喜歡擁抱 他喜歡親一親 所以後來他們就有孩子 我聽不太懂欸 媽媽說那就是意思 就說他們結婚以後就有孩子 我還是不太懂啊 我媽媽說反正我告訴你 我說那 我說那孩子要多久才生出來 我媽媽就說那就是這樣 第一個孩子是不一定 第一個孩子有時候結婚後 三個月就有了 第一個孩子有時候結婚後 一個月就有了 但是以後呢 要九個多月接近十個月 我還是不懂欸這個 這個奇怪我們在 我們在 老師在國中教他 說小老鼠是二十一天欸 也沒有說 小老鼠爸爸 小老鼠媽媽結婚 有時候第一胎是十天 媽媽說這個問題太複雜 人類不一樣欸 人類不一樣所以你慢慢就懂了啦 講到已經四十歲五十歲有時候還是想不通欸 但是人類是這個樣子 聯合國不是這個樣子 聯合國你所有的文件符合以後 所以我告訴你 阿扁寄來的信 這麼薄 這麼薄一定沒有附上那個附件 比如說台灣領土什麼時候國戶給你台灣 什麼國什麼什麼 你國會什麼時候通過表決 改台灣國這個名字 你身份證什麼改為台灣國 然後樣本 你六法傳書是不是都改為台灣國 你所有的這個證件有附上去嗎 你信封這麼薄不可能附上去 直接不用開了 直接退回去啊 就知道了吧 所以阿扁後來申請聯合國 連開他的信封都不要開啊 啊你還說你可以 你可以有行抗議進入聯合國 我告訴你 所有的人 對於民主自決權完全誤會 民主自決權不是你所解釋的 民主自決權如果真的是台灣人所解釋的民主自決權 聯合國不用申請 聯合國只要報備 如果民主自決權是你的傳利 為什麼還要申請 為什麼還要遭到他們的核准與否 這個不通嘛 所以可見民主自決權 台灣人的解釋 不通 不對 他不是一個傳利 你必須按照很多程序 他才承認你啊 啊既然他可以不承認你 那你也沒有什麼傳利 如果你有傳利你直接報備給他 你下一期 直接拍洗衛直接進去 所以我們不要 自己欺騙自己啊 看清楚啊 國際局勢是什麼樣啊 安全最重要啊 對不對 哪一天中國突襲過來 沒有救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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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清楚 先打安全牌 對不對 我們也沒有能力處理 難民政治庇護那些都沒有能力 這些 棘手的問題全部讓美國處理 國防外銷讓美國處理 中國 將來那個經濟崩盤 國內亂大了 噗 我們用第七艦隊把它隔離 絕對不跟那個 黑洞 連在一起 不要被他拖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 過我們自己 一個快樂和平安的生活 我們發展為東南亞的那個 中心 所有的事情 在我們這裡投資 作為總部 然後我們有很好的法院 有文明的法院 用美國的那個法律體系 然後 人民都有人權的保障 我們又有很好的醫療 將來美國要過來學台灣的醫療 因為我們有個很好的系統 他的系統 不好 我們全世界 這些人來跟我們學習 我們就收學費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簡單的 今天 談到一些 美國基本精神 就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 基本理念 有其他的問題 隨時 我們在會後可以 大家一起討論 好 謝謝各位 他 möglichst 當難事